从国庆以来 原材料价格包括能源价格 就跟插上翅膀一样一飞冲天 那么全球是否要迎来恶性通胀的一些争论 也开始不断的在发酵 就在今天 老美和咱们中国都公布了各自的物价指数 那我们先从老美这边开始说起 老美昨天公布的CPI 它的一个年率达到了13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 而月度的增长也是超过了华尔街的普遍预期 是达到了0.4% 然后更有意思是什么呢 老美的高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不幸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Are higher prices here to stay? 这位老太太是之前的美联储主席叫做耶伦 现在是老美的财政部部长 然后那位黑人小哥是现任的美联储的一位重要官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人针对美国现在的通胀 到底是临时性的还是长久的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特别是后面那个老哥 你看他这个讲话当中 言辞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激进 而且甚至用出了一个什么 dirty就是肮脏的话 来形容现在美国短期通胀就是一个扯淡 好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分歧呢 那正是说明现在的一个通胀已经让老美的高层产生了一些恐慌和忌惮 反观我们中国这边呢 咱们中国今天公布的这个PPI指数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由于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啊 特别是能源啊 这个煤炭啊 黑色金属这样的一些产品最近大幅上涨 所以导致我们的PPI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 但是我们老百姓更关注的这个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确实低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这块我们在全球几个重要的经济体里面是做的最好的 另外一个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个通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么根据我这边的一些这个产业链 包括这个库存 包括全球的一个货币周期的一个综合的模型分析呢 大概率将会落在四季度 也就是说全球的一个通胀高点将会在今年的一个冬天出现 所以这边呢给大家提个醒啊 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通胀还没有到头 但是请大家放心 如果全球都出现了像1970年当时的这些恶性通胀的话 咱们中国是处理的最好的 也是通胀控制的最好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 几个重要经济体全部在大规模的印钱 在量化宽松 而我们国家克制住了 这正是我们高层智囊团提前预判到了这一点 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一定会在后期引发出恶性的一个通胀 所以这次我们控制的非常好 最后我们也为我们的高层智囊团这边点个赞